接着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 这一起在高雄的酒驾意外 一家四口现在变成一死三伤的悲剧 引发了社会大众的怒火 虽然高雄市警察局也必须要硬起来了 从27号开始连续执法8天 说要加强酒驾大执法的专案 针对上是酒后驾车的驾驶人 不管是你是骑车开车 还是你骑乘机慢车都是一样 警方表示会毫不手软加强取缔 而公警方从27号当天晚间10点半 到隔天的清晨 会在辖区的重要的路口来进行酒驾的机查 但是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开罚首日就有43件了 平均算下来不到10分钟 只有一件酒驾案 大家看到这数字不觉得很恐慌吗 看来这高雄酒驾的情形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而网友的反应居然是 居然抓到这么多的酒驾合理推测 现在都已经说了 因为会加强取缔 那么平常有习惯酒驾的人可能会害怕 那如果没有取缔的时候 是不是会比这个数字再高出 3甚至10倍之多呢 而公共市的酒驾案件频传 让网友也很生气 现在没有想到这个霸函团体 WeCare高雄PO文再度拉韩国瑜下水 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张图了 好 赵网友胖轰说到底在干什么 他们PO文是说市长有喝果然有差 韩国瑜离开后数据会说话 韩国瑜下台后呢 这个高雄死亡率车祸死亡率减少了27% 最末年终聚餐多 拜托大家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 好 讲这句话有人觉得很奇怪 什么叫做市长有喝果然有差 不要忘了现在的高雄是谁 高雄市长是陈其迈不是韩国瑜 所以就是很多网友会觉得说 好奇怪韩国瑜都已经下台了 为什么又要拿这一张照片出来说嘴 就连不少绿营的支持者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的大骂说这种时候还要拉韩国瑜出来救援 到底是有什么障碍有什么问题 因为韩国瑜离开这么久了有必要吗 那么就要来看到网友也有说什么 说现在因为酒驾事件太多了嘛 那么高雄市警察局当然要开始这样取缔 只不过有没有像是一个酒驾大执法的专案侯系呢 只有8天 所以第9天第10天开始 酒驾警方就不会抓了吗 让网友现在在网络上疯狂的嘲讽 就是因为现在酒驾案件实在太多了 民主党现在喊出说酒驾零容忍 但是我们摊开记录 从昨天到现在整理给您看的就是 群台各个县市酒驾造势的死亡人数 桃园 高雄 台南都是并列冠军 大家看到了吗 都是三个绿营执政的县市 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是 这些县市的县市首长都是 总统蔡英文的爱将 莱茵山就嘲讽了 难道是绿色执政酒驾保证吗 高雄恐怖酒驾全台震惊 但有数字却让人更震惊 根据统计今年1到9月 酒驾造势的死亡人数 桃园 高雄 台南并列冠军 在蔡英文 爱将 郑文燦 陈其迈 黄伟哲执政下 酒驾造势死亡人数 都比去年同期还要多 对比蓝营执政县市的新北 和台中不是持平 就是减少 绿色执政出了什么问题 绿色执政酒驾保证吗 这些政治人物不要再作秀了 拿出实际的办法出来 不只是名列前茅的 全部都是绿色执政的现实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来 很有名的这些名人酒驾 也全部都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民主政不动就是饮酒政不动吗 酒驾夺人民 民进党执政到现在没修法 酒驾杀人发生后 总统也没坑半句 反倒是到标态 不再参选的林志坚 脸书上留话说他辛苦了 难道子弟兵选举的重要性 超过百姓的命 民进党就是帮派文化 当然只在乎自己小弟的安危 受伤无辜可怜的老百姓 民进党当然都是没有在管你 否则他怎么会坐着云豹 看假车去看灾 因为他连最基本的同理心都没有 当绿营嘴上喊酒驾零容忍 弹开记录却看到 绿营执政现实对酒驾好容忍 酒驾重视桃园高雄台南 并列冠军 总统爱将另类同台拿第一 记者林一伟 陈一荣 太多报道 林志坚宣布不参选 2022年的大新竹市长 兰静就炮轰了 这是在打假求假动作 因为民进党依旧强推大新竹合并 这依旧是阴人设施 阴是蔡英文的阴 总统蔡英文的权力 等于一把抓 甚至直接指定党内六都人选 当力推竹竹并哀哄 英人设施 林志坚和蔡总统见面后 宣布不会参选2022大新竹市长 总统了解之后就表示都支持 也肯定我的决定 暂时都不要再帮我安排工作了 网友纷纷嘲讽苏贞昌说了三次 不选还发誓结果呢 谢长廷还说要退出政坛 有退吗 林志坚很快就会被动回归 不当市长很快 小英就会拉你当部长了 要退选因为民进党 对谁要咬这块肥肉 派系白不平 不是你比较伟大 在党炮轰 林志坚选不选根本不是重点 而是蔡总统压巴修法 强推竹竹并排出苗栗 都是不对的 所以不要搞错重点了 林志坚也没那么伟大 坦白讲六都的设计已经不对了 在不对的基础上 在搞第七都 第八都 我觉得实在太奇怪 按部就班 尊重专业去做 不要一做人家 每个人都觉得这很奇怪 蔡总统仗着执政优势 强修地质法 还进步二读总预算 民进党内甚至不准办初选 六都市长直接由小英清点 柯文哲大骂 这跟独裁相去不远 有关国家发展的县市合并 如今成了总统选战棋盘上的棋子 进退都充满算计 黄海 된 блок家发展的石器 这跟小两个颜色这样的 藥 EVagine